我们能够有点安全感 没有这些恐惧 有幸福感 是什么呢 我们只认定 我在这个世界存活的就是今天 我不想明天 所以今天要很幸福 我该做的事情好好做 不该做的事情全放下 我们有忧虑 如果想到明天明年后年 那个麻烦就大了 决定没有这个念头 念念想生极乐世界 念念想着阿弥陀佛 我总有一天把它想来了 别的不想了 想阿弥陀佛 那就是上山 阿弥陀佛是上山的 那个十山也都圆满了 说此大火炬 彼清凉尺 死是我们这个世界 这世界苦难太多 大火炬 等于是地狱一样的 彼是西方极乐世界 那个地方是清凉尺 我们在学习佛经 也常常说到 西方极乐世界 跟我们这个世界 有没有差别 毫无差别 那为什么这个地方是大火炬 那个地方是清凉尺呢 居民 存心不一样 你看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 《小米特经》里面就说 那个世界 是诸上山人聚会一处 就是那个世界里面的居民 是什么人呢 上山啊 这个山是有标准的 就是十三叶 不杀僧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于 不碾蛇 不悟口 不欺 不贪 不撑 不吃 他把这十条啊 都做到余满了 上山啊 各个都是这样的 所以那个世界好啊 啊 佛在经典上常常告诉我们 向由心深 静随心转 人家那个地方的人 是上山之心 啊 随模有一样不好 啊 相貌好 人的相貌好 啊 居住环境好 什么灾难都没有 啊 那回过头的再看看 我们今天世界呢 啊 也是上 跟经乐世界没两样 不过不是上 是我 杀生 偷到 邪淫 到贪嗔痴 也是做到很圆满 啊 那麻烦就来了 啊 所以社会动乱 这个天灾人祸 这么频繁 啊 搅和到整个世界 啊 富贵 贫贫 都没有安全感 都没有幸福感 啊 啊 我们能够有点安全感 啊 没有这些恐惧 啊 有幸福感 是什么呢 我们只 啊 只认定啊 我在这个世界存活的 就是今天 我不想明天 所以今天要 要很幸福 我该做的事情 好好做 不该做的事情 全放下 啊 我们有忧虑 啊 如果想到明天 明年后年 那个麻烦就大了 啊 绝对没有这个念头 念念想生极乐世界 念念想着阿弥陀佛 我总有一天 把它想来了 别的不想了 啊 想阿弥陀佛 那就是上山 阿弥陀佛是上山的 啊 啊 那个十山也都圆满了 啊 暴陀在前 刀山在后 这就是 由我们选择了 选择西方 极乐世界 切暴陀池 在前面 如果不到 极乐世界去 还想留在 这个世界了 那就 刀山在后 那是什么 地狱啊 刀山地狱啊 啊 你是往前 还是往后 你了解 这个四世真相 于是 自然 生起 甚悦 眼力 瘦破 求生 极乐 你必须 真的知道 为什么呢 你才能够放下 啊 这个世界 不再贪恋了 啊 不再造 轮回业了 啊 不但不造 轮回业 轮回的心 要断掉了 啊 怎样断轮回心 你把阿弥陀佛的心 放在 中 放在中央 其他一切杂念都丢掉 轮回心就没有了 啊 你那个心 就是阿弥陀佛的心 啊 所以我们尽忠同学 早晚客送 啊 我们的早客 不能够念 全部无量寿金 啊 我劝大家早客就念第六品 四十八月 啊 要把阿弥陀佛的本月 变成我自己的本月 啊 我跟阿弥陀佛同心 同愿 同德同行 这还能不去吗 这去定了 啊 啊 啊 纯括 我们选的是三十二品到三十七品 啊 战处业障 这一段经文讲什么呢 讲五戒十善 用这个标准 来修正我们 齐心动念 言语造则的行为 十善要真干 不善要真断掉 天天在读 天天在学 天天在讲 你说多快乐 多幸福 不是讲给别人听 是讲给自己听 别人是旁听的 自己是真修 天天提升自己的境界 提升自己的德行 增长自己的智慧 这个世界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好的 道理真正通了 真正明白了 你自然就能放下 把受破苦放下了 把极落的落 你就取得了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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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